第711章 威胁信 我直接冲到在望远镜中看到的赤梅他们所在的地方 当然我也不是很确定 这两天赤梅他们很少在外出活动的 我们只是根据一些活动痕迹判断他们在不在 这是一间二层的木楼 一层是掉空的并没有住人 二楼则是一个大厅并三个房间 厅后面还有一个放杂物的地方 空阔 我皱了赤梅 这屋子看起来不像是住过人的样子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发现这里面的摆设非常整齐 东西也很简单 只有一些桌椅床 日常的用具是没有的 包括什么衣服之类都没有 看来他们早就准备好走了 或许我们到了这两天 他们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便快速朝另外一间屋子跑去 这里的房屋布局都差不多 跑到后来我却跑得越快 连续跑了四五间屋子 我和老爷他们会合了 看他们的神情我也知道 他们应该也没有发现什么 有些失望的叹了口气 等等 钻地鼠黑黑一笑 我倒是找到一样好东西 好东西 我眼睛一亮 什么好东西能让钻地鼠放在心上 钻地鼠也没有掉我们的胃口 直接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样东西 就展示在我们面前 我看到的瞬间就蒙了 这寨子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老爷激动的一把 抢过钻地鼠手中的东西 脸色变了变 最后冷哼了一声 看来赤梅确实是预谋已久的呀 昆布 怕是你不得不回趟南疆了 昆布看着这个东西 脸色也变了 他看向老爷 最后发出的声音 有些艰难 我什么时候回去 他第一次这般没有主见 若是放在以前 肯定是自己就做了决定了 可是 这句话 他是用求助的语气说出来的 我望着他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感觉心中不好受 那群可恶的南疆人 竟然将昆布 逼成这般天地 愤怒瞬间窜了上来 我看向昆布 坚决地说 你凭什么回去 他们威胁你 你就要回去吗 没错 钻地鼠找到的东西 是一封信 是南疆人留下来的 一开始钻地鼠 还以为是一封普通的信 毕竟他也不认识南疆的文字 直到他看到昆布的名字 昆布的名字 用南疆文写的样子 我们701的人都见过 这也是为了怕错过什么 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没想到 今天还遇到了 钻地鼠也不认识其他的 因此也没当回事 这下看老爷和昆布的神色 脸色也变了 问他是不是 不该拿回这封信 亲北 你该拿回来的 昆布的语气有些不对 我看向他 只见他正看向邱小姐 后者没有说话 只是那样子 已经说明了一切 只要昆布做的决定 他必然会支持 老燕看向我 问了一句 完全不大编的话 你怎么知道 这封信是威胁昆布的 你认识南疆文吗 我奇怪地说不认识 可是看你们的样子 也能看出来 要不是威胁 为何昆布大哥 一副不愿意回去 又不得不回去的样子 老燕摇了摇头 哭笑不得地说 还真是被你猜对了 他们确实是在威胁昆布 我看向昆布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威胁 因为他和南疆之间 已经没有了前程 之前的扎西 算是他的一个心结 可是现在扎西都走了 不对 我猛然看向昆布 只感觉脑中 突然出现的想法 有些让人不能接受 果然 昆布开口了 我也不想回去 可是扎西的衣冠种在南疆 苗人讲求死后安眠 若是他们动了 扎西的衣冠种 他便会永世不得安生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在想什么 遇上这样的事情 我估计他也没有任何的头绪 衣冠种 我叹了口气 当初昆布 为了扎西能够落叶归根 又为了稳定南疆的形势 这才返回南疆 没想到 如今却留下这么一个把柄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所谓的永世不得安宁 不会是真的 可是南疆风俗重视这方面 若是让昆布不管 估计也不可能 邱小姐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 他想不通 南疆人为何一直逼迫昆布 就像昆布说的 现在的他已经不算是南疆人了 因为他的身体里流淌的 也不再是南疆人的血液 为什么那么还紧追昆布不放 昆布闻眼睁开眼睛 但是眼神没有任何的迷茫 看来他是知道 这群南疆人 为什么一直和他过不去的 他最终不太确定地说 老爷 等这次任务结束吧 老爷问他是否确定 万一南疆人等不及怎么办 昆布的眼里露出雄光 若是这样 我便灭了南疆 他的口气不小 但是看他的样子 我毫不怀疑 他能做到这一点 老爷还是有些担心 说如果昆布心急 这次任务他可以放弃 上级部门那里 他自己会解释的 昆布摇了摇头说 他们既然在这里放了威胁信 说明他们知道 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他们会等 还有一点 老爷 你不好奇 为何威胁信会放在这里吗 老爷将威胁信递给昆布 后者扫了一眼 就塞进口袋里面 塞进去之前 他的情绪我还能看得出来 当他收好威胁信的时候 我便再也看不出来 他是个什么心思了 老爷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南疆人也算是费尽心思了 在这两次任务中 竟然都有他们的影子 所以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不要硬撑 昆布冷笑了一声 说 对付他们 还不需要应诚 上次不过是给他们面子罢了 我也知道昆布说的没错 他之所以能成为苗疆最年轻的古王 凭借的是他那逆天的天赋 苗疆若是有人能压得住他 也不会这么着急让他回去 那急切的样子就像是古代皇帝 在面对一个大权在握的摄政王一般 老爷见昆布已经打定主意了 也只能随他 只不过还是叮嘱了一句 大意是昆布随时都可以离开 七零一这边的事情 他会处理好 昆布只要暗示回来就行了 昆布终于笑了一声 说 当然 七零一是我的家 我岂有不回来的道理 解决了这件事情 我们继续在寨子里搜寻着 只是我们几乎将寨子翻了个底朝天 也不过是翻到一些活动过的痕迹 证明赤梅确实在这里来过 其他的便一点也没有找到了 我们聚在寨子的前方 看着这座寨子 只觉得我们似乎被摆了一道 师妹是不是知道我们跟在后面呢 就连钻地鼠也忍不住这么问了一句 我看向老烟 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我大心底里觉得 钻地鼠问的没错 如果不知道我们出现在这里 为何他们的行动如此迅捷 而且算好了每一步 如果知道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到底也不过是信息泄露的问题 如果不知道还能做到这个样子 那我只能说这个赤梅也太过可怕了 老烟也摇了摇头 说赤梅应该是不知道的 这次任务的绝密程度 绝非开玩笑 如果这都知道了 那上级部门和701都要承担责任 我却不以为然 这次任务说起来是绝密 可无论是侯澄澄还是赤梅的行为 都像早就知道我们会出现一样 现在我们的行踪 还是不是绝密 真不好说 找找他们离开的地方 老烟想不通 也不愿意去怀疑什么 只是淡淡吩咐了一句 说无论如何 后面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想法 但是却没有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真实 那就是赤梅如今这行为 其实是有人在后面指点的 而指点的人是谁 不言而喻 必定是刘寒秋 第七百一章二章 李道 刘寒秋是303的主人 701和303之间的矛盾 上级部门虽然清楚 但是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因此他们知道我们的任务也并不奇怪 虽然老烟告诉过后部长 这一次的任务 即使对303也要保密 但是我相信刘寒秋肯定会有其他的路子 但是我没有将这个想法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刘寒秋没这个本事 他如果能够和赤梅合作 想必现在我们就不是在这里分析了 说不得已经遭遇了埋伏 我慌了慌脑袋 将这些想法都抛开 专心地找地道 我们用夜时望远镜 虽然白天没用 但是他们傍晚的时候还烧过饭 炊烟站在山上能看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寨子里还是有人的 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冲过寨子 所以说他们想要离开这里 必然要借助地道的 地道倒是不难找 我们沿着寨子挨个搜过去 最后在一间屋子第一侧 看到一个用木头遮起来的地道 这地道不深 大概两三米 但是在右边重新开了个通道 而靠右边正是出寨子的方向 找到地道之后 我倒是有些犹豫了 进去吧 赤梅他们肯定是通过地道留的 可是地道不比寨子 如果赤梅要搞什么机关 实在是没有比在地道里面设置方便了 到时候我们退无可退 只能硬着头皮上 不等我们追踪到他们 实力就会少了一半 老鹰一急就掏出烟 一根接着一根抽着 我们谁都没有催他 因为我们知道 这决定实在是不好做 追我们的风险太高 不追等专家来的时候 可都什么都晚了 一天一晚的时间 足够赤梅他们跑到昆仑山 再从随便哪个入口跑进去 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 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我们只能静静等着 老鹰抽完第五根烟之后 将烟地狠狠踩在脚下 他看了一眼钻地鼠 最后恶狠狠地说 看样的 老的就不信 只能着了这赤梅的道了 虽然地鼠 我们追 虽然地鼠其实早就 急不可奈了 他和赤梅是老对手 上次的胜利 现在他的眼中 可能有些不算数 所以这一次 他也是证明他自己的时候 之前他不催 也是担心老烟急了 所以这才等着 现在听老烟这么说 他哪里还忍得住啊 直接从怀里掏出手电筒 将光线调到最暗 带头就下了地道 我们一个接一个的下地道 右边通道没有任何阻拦 有一人多高 三四人宽 这一看就是个大工程 看到这个地道 我们都明白 赤梅他们之所以一出狱 就搞这么大阵仗 可不是心血来潮的 二十年前的事情 果然有毛泥 酸地鼠摸着地道的墙壁 这二十年 怕是赤梅的手下 就在这里日复一日地挖着地道 可笑的是 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竟然让他在狱中 过了二十年的安稳日子 早知道就该一枪毙了他 老烟笑着摇里摇头 说 现在说这些也晚了 不过这一次如果能抓到他 死刑是跑不了了 钻地鼠冷哼了一声 说那是自然 这一次要是再不能毙了他 他也不好意思再护国宝了 我笑了笑 前辈 您这可就严重了呀 但钻地鼠明显不是开玩笑的 说他这次之所以请占 为的就是将赤梅抓回去 二十年前被他算起了 二十年后他希望还是由他的手 亲手结束这二十年的错误 看着钻地鼠的样子 我知道也劝不动 所以也不再劝 我们检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机关 这才挨着进了通道里 这通道修得非常的宽敞 也是 毕竟他们有二十年时间 想将通道修得宽敞一些 也不是什么难事 走在通道里 除了阴暗潮湿一些 简直和走在大路上 没有什么区别 这通道修得是宽敞 但是简单 基本是保证能走路 我盯着地面 缓缓地说 他们果然是从这里走的 你们看这些脚印 怕是人还不少啊 老鹰和钻地鼠蹲在地上 研究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说 如果寨子里人都走了 这人数也是对不上点 我看着这些脚印 也认同老鹰的话 也就是说 寨子里的人并没有跟走 那么他们是在哪里啊 老鹰摇了摇头 倒是一旁的钻地鼠 突然往回跑了几步 直接出了地道 站在地道另外一头 你们看 这里土的颜色 是不是有些不一样了 我们忙跑过去 就看到钻地鼠 已经开始用铁桥 挖着前方的土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它 但是它就恍若未闻地 继续挖着 我们正要劝 只听轰隆一声 一面隐藏的门 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道木门 并不严实 但是在外面封了土之后 也不是谁想出来 就出来的 垂打门的声音传了过来 夹在一些 我听不懂的话语 但是那语气里 求助的声音 我能听得出来 钻地鼠正要开门 我一把拉出它 前辈 等等 你怎么知道这群人 后面的话我没有说 因为我知道他们能懂 现在一切迹象都说明 赤梅他们这二十年 甚至二十多年 都已经将这座 大山包围的寨子 当成了据点 这里的寨民 到底是被赤梅他们威胁 不得不配合 还是说 他们归在赤梅的手下了 这些都是不好说的 若这是赤梅留下的机关 我们可受不起 钻地鼠的神情一顿 他看了我一眼 似乎有些不忍 可是我却没有回应 因为我知道 这个时候 妇人之人 只会带来更加残忍的后果 昆布大哥 你能听懂他们的话吗 我扭头看向昆布 这个时候也只能求助他了 可是昆布却摇里摇头 说他不懂 不过他倒是可以提出一个意见 这些债民长期和赤梅的手下混在一起 里面肯定有人能懂关话的 邱小姐一听 便侧身站在门前问了一句 你们中间谁会关话 里面嘻嘻嘻嘻一声 似乎是让人的声音 大概持续两三分钟 我听到一道苍老的声音 说 我会 这关话不是特别标准 但是却不影响我们理解 邱小姐朝我们看了一眼 并和这老者聊了起来 几句看似辽家长的话之后 我们便大致理顺了 这寨子和赤梅帮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猜的没错 这寨子原本只是个小寨子 也不是什么县城 隔着玉树县虽然不远 但却是很封闭 属于看起来好像不封闭 但是其实是个封闭的 不能再封闭的地方 债民平常也不出去 只有偶尔去城里换些东西 才会派出几个人去 所以县城里面的人 对寨子的印象并不是很深 只知道有 但是却很少有人来 但是这里却又很方便 无论和外人接触 还是说藏匿什么东西 都是绝佳的场所 因此才会被赤梅帮选中 第七百一十三章 囚禁地下室 二十年前 赤梅帮选中这里 作为他们的据点的时候 债民自然是反抗的 可是他们有武器 一开始还有一些血性的人反抗 可是这些赤梅帮的人 也不是傻子 反抗他们的处死 不反抗或者犹豫的 都能有好待遇 宅子里人从来没有吃过的 没穿过的 甚至没娶上媳妇的 赤梅帮也能帮忙 毕竟赤梅帮也不全是汉子 也有水灵的大姑娘 这么一来二去的 谁还反抗 二十年下来 债民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按照他们的吩咐 挖地道 便不愁吃喝 无论什么地方 谁还不希望老婆孩子热炕头 赤梅帮解决了这些问题 债民给他们卖命都可以 重点是 这二十年 他们生活在一起 还相互同婚 彼此间早就亲密了很多 那些赤梅帮的人 如同他们的亲人 难怪我们来的时候 没发现债民 有反抗的迹象 感情他们已经 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呀 我不得不佩服赤梅呀 他在狱中待了二十年 这底下的兄弟 即使有了家事 过了二十年安稳日子 但只要他振臂一呼 这些人还是很快就做出反应了 这老者继续说着 一开始他的情绪还很平稳 但是慢慢的 他情绪就开始激动起来 可是前些天 突然来了几个人 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的人 他们突然就变了 他们不要孩子 也不要老婆 就跟着那几个人 窝在房间里 不知道在受些什么 我听去送饭的娃娃家 他们要去神山 要去找什么药 还有这些人 怎么脑子这么丑啊 现在的日子 难道不好吗 去神山 岂不是送死啊 据老者说 他们也劝过 可是那些 和他们二十年来 都消瘦瘦的 相处的所谓家人 一个个的全都变了脸 让他们不要废话 否则一枪崩一个 最后还将他们 赶到这里来了 说完这一些 邱小姐转头看向我们 说他已经没什么 要问他了 这老者不知道 是不是憋屈坏了 还是因为什么 其他的原因 基本都是邱小姐 开了个头 后面的他都是 自己说了 老烟点了点头 说应该也差不多了 不过还是不能 钓鱼倾心 在一起生活了 二十年的人 不可能因为 一次奇怪的举动 就会这么快 倒戈向向的 他说的没错 在老者的叙述中 赤梅他们 除了威胁债民 不要将这些事情 说出去 以及将他们 关在这里之外 并没有做 其他的坏事 现在邱小姐 不过随便问了几句 她便迫不及待 将这些话都说出来 实在是不得不 让人疑心的 我想了想 然后问了个问题 什么时候赶到你们呢 里面的老者 似乎犹豫了一下 然后他搞不准时间 因为被关进来时候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的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这里了 不过老者说 他根据经验判断 他们被关进来 应该也就不到 一天的时间 我根据他的话 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晚上我看到了吹烟 也就是说 他们都吃过东西 但是东西里面 却加了料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关进通道里 我看了一眼老烟 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赤梅 是最狠的办法 是杀了这些人 否则等他们 从这里出来之后 总会出一些变故 这门外面虽然有土堆着 但是看着钻地鼠 鸡铁锹就铲了 这些人出来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也就是说 赤梅他们 根本就没想着 要杀这些人 钻地鼠冷笑了一声 说这二十年 倒是磨平了赤梅的力气 这要是放在二十年前 整个寨子 怕是没有一个活口 老烟却摇里摇头 说这可不是因为他心软 你没听老人家说吗 他手下可是和寨子里人 通婚了 这些年怕是孩子都能长大 赤梅能伤了他们吗 说的也是 一个寨子里人 基本都是亲戚 只要通了婚 生了孩子 他们之间的牵扯 就千丝万缘的关系 那些手下 可以抛弃妻女 去跟着赤梅拼命 但是不代表 他们能看着妻女送命 如果赤梅 真的有将债民灭口的心思 怕是再忠心的手下 也会寒心的 我看向老烟 说 放他们出来吗 老烟冲我们 做了几个手势 我们瞬间便准备好了 如果这些人 是赤梅留下来 对付我们的 那我们也能 在一瞬间 就能做出反应 里面的人 似乎等不及了 一个劲儿在排门 这样下去 不用我们 放他们就能出来 邱小姐对我们 做了一个 一切就绪的手势 然后让里面的人 离得远一些 随后 她一脚就踹开了 我放眼望去 只见这地窖还不小 里面密密麻麻 站满了人 粗略估计 大概五十来号 一些还只有 大人心盖的孩子 正一两号起地 看着我们 这些人手上 并没有任何的武器 昆布只看了一眼 就说 他们确实中了迷药 之前说话的老者 摇摇晃晃地 冲我们走了过来 邱小姐扶住她 问她情况怎么样 她摆了摆手 说 没想到 二十年 我们还是下了烟油 看着她 后悔不已的样子 我有些心痛 这谁能知道呢 经历二十年 无论患谁 也是不会怀疑的 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 要是有人花二十年时间 来融入一个地方 基本没有融不进去的 老者连叹几口气 看着还在地窖的人 他无奈地说 说里面 还有他们的老婆 丈夫和孩子 老头子我实在是想不通 他们怎么舍得呀 我笑了笑 其实那些人 并没有什么舍不舍得的 在他们眼中 这不过是一次行动罢了 以往他们跟着赤梅 能够屡次夺得大木 那么这一次 他们也可以 或许他们还想着 这次回来 能大富大贵呢 果然 我将这个想法一说 老者就表示 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 让大家会儿等着 等他们回来 便能从寨子里面走出去 不用窝在这个穷地方了 我看了一眼老爷 看来赤梅是打算 干完这一票 就金盆洗手了 老爷示意我不要说话 然后他和老者聊了几句 问他们接下来是什么打算 老燕的意思很明白 我们既然变相地救了这些人 那么就得撬出赤梅的具体打算 若是他们都不知道 也可以具体说说 赤梅这几天都做了一些什么 从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老者有些犹豫 我知道那些人毕竟是他的亲人 一时间他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可是我们的时间有限 如果再耗下去 怕是会失去赤梅的踪迹 爷爷 您不说我说 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道清亮的声音 我抬头去看 就见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看他的样子有些像是混血 果然他站在我们面前 一开口就说 我爸跟着那个老头子走了 你们要问什么 我都告诉你们 小鸭 老者阻止了一下 小丫头转头看向老者 与其愤慨 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 不过他说完之后 老者就没有再阻止了 小鸭的视线 在我们身上上上下下 打量一圈 说你们救了我们 应该不是坏人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不能做坏事 我听了不由地笑了 这姑娘的话听起来 纯真的狠 她不像是十几岁的孩子 而像是个没长大的孩童 老烟笑眯眯地看着她 让她放心 他们去神山找不老药 小鸭语不惊人 死不凶啊 刚一开口 就让我们所有人 都愣出了 第七百一十四章 威廉的意图 我忙看向老爷 他眼里的惊讶 还没有来得及收 话已经说出口了 不老药 小鸭肯定地点点头 说 我爸这人惨不出事 那个老头子来以后 他好几天都不得劲 我就问了问他 一开始他也不说 但是后来经不住 我软磨硬泡 他还是告诉我了 据说 有人给了他们 一大笔钱 要他们找这个 长生不老药 你看 说完 他从脖子上 掏出一枚玉佩 这玉佩橙色非常好 小鸭说 他去过一次县城之后 就喜欢这样的东西 但一直带的都是假的 可这次 他父亲 就给了他一枚针的 这就是用那个 大老板的给的钱买的 小鸭夸张地说 我们在这里的娃娃 都和过年了一样 有很多新鲜玩意儿 我爸说 等他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钱 我觉得更加奇怪了 感情赤梅这一趟 根本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有人拼用了他 老烟倒是没觉得 有什么意外表情 继续问小鸭 还知不知道 其他的事情 小鸭想了想 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爸说 给钱的是个外国人 他们特别特别有钱 是个冤大头 为了什么不老药 恨不得连家产都套光 小鸭说的话不多 但是句句都有用 我们相互看了一眼 也知道 这个外国人是威廉 只是不知道 他为何会对不老药 如此感兴趣 不过我们也不能 在这里讨论这些 再次询问几个问题 发现 他们确实 没有知道什么的 便也就帮着他们 上了地面了 老者和小鸭 都是配合得很 但有一部分人认为 我们不怀好意 对我们怒目而失 等安置好他们 我们重新回到地道 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相信他们 邱小姐说 我觉得 那个小丫头 说的是真的 若是骗我们的 这也太严密了 我们分析了一下 确实也没有找到 这些债民欺骗我们的理由 但是也想不明白 他们为何会这么配合 如果小鸭说的是真的 他难道不是应该 等着他父亲回来 然后带给自己 更好的生活吗 老烟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当下迅速爬了上去 趁着夜色 慢慢地隐在老者和小鸭的 房屋外面 刚刚他们俩正好是我安置的 所以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静静等了大约十分钟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传来 我甚至怀疑是我们多心了 正准备离开 一道刻意压低的声音 传了过来 爷爷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呀 小鸭的声音充满了不浅 那几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一定会去找阿爸的麻烦的 我皱了皱眉 听他的意思 他告诉我们的话是真的 只要为何告诉我们 就不知道了 当然让我更加好奇的是 他们两个聊天用的 竟然也是管话 这么看来 这小鸭巴成是不会这边的话 或者说更加习惯说管话 老者叹了口气 说他也不明白 不过是小鸭阿爸的嘱咐 如果有人来问 就将这些告诉对方 小鸭担忧地问 这样会不会给阿爸他们 还有那些叔叔伯伯 带来危险 老者也不确定 只让小鸭不要多想 按他阿爸的吩咐做就是了 我再听了几句 实在是没什么内容 便转身离开了 可是我还没回到地窖 便觉得怎么听 怎么不对 于是我再次偷偷摸摸回去了 再次偷听起来 爷爷 地道里的机关 真的能将他们都杀死吗 小鸭的话 让我冷汗吃溜 正要听得更加详细 就定老者喝了他一声 叫他不要乱说 防止隔腔优耳 这老者的警惕心倒是很高 他们俩不再说话了 我等了几分钟 确定没人看到 这才缓缓地回了地窖 虽然我听了一耳朵 可还是听不出他们的目的 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的 但唯独没有告诉我们 关于地道机关的事情 这可也并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地道里 无论有没有机关 我们都不会掉以轻心 我将听到的东西 告诉老烟他们 老烟缓缓抽了一根烟 看着地道 说 他们估计是为了 让我们放下戒心吧 说完自己都不信地摇里摇头 我们谁也想不通 是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们全都看向老烟 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样一来 我们的行动反而受限 因为不清楚 前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还能怎么办 老烟将烟头掐灭 手电筒对地道里照亮着 已经耽搁小半天了 眼看天都要亮了 再不追 可就来不及了 我也知道时间紧迫 可是真这么追下去 我怕会有所不妥呀 但事到如今 也只能搏一搏了 于是我笑了一声 我们也别自己吓自己了 兵来将挡 水来吐掩 老烟拍了拍我的肩膀 最后便带头进了地道 前面差不多十来米长的长度 我们已经走过一遍了 所以这一段长度 我们转眼就掠了过去 但之后我们的速度 就放了下来 如果那爷村俩聊天是真的 这地道里必然是有器官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我边走边问他 这地道难不成是通往昆仑山的吗 我们之间的氛围太过压抑 崖仔又不在 也只能我找话题了 老烟点了点头 说 八成是的 否则也不用花费他们二十年的时间 只为搞这么一条地道啊 我想也是 全寨子这么些人挖了二十年 那可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若说他们不是为直接通往目的地 怎么也不可能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这里竟然是通往昆仑山 那么我们也就不担心会失去赤霉他们的踪迹 我们顺着通道走了大约二十多分钟 依旧没有遇到所谓的器官 我眉头越皱越深 只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 但是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一旁的邱小姐拍了拍我的肩膀 让我不要总是皱这个眉头 看起来像个老头一般 我瞪了她一眼 昆布直接瞟了我一眼 我瞬间什么都不敢说了 行行行 你们俩厉害啊 邱小姐得意地冲我笑了笑 我也不看她 注意力放在地道里 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动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示意大家都停下来休息 老爷扭头问我为什么 毕竟走在地道里一点都不累啊 但是我却执意让大家休息 至于原因 我没有多解释 只是冲着他们做了一个手势 让他们该休息就休息 该吃饭就吃饭 我压低了声音 说 老爷 这挖了二十年的地道 能有多长啊 老爷看了我一眼 奇怪地说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用手翘了翘 地道墙壁 地上说 这寨子满打满算的劳动力 应该也就五十人左右 二十年 要挖出一条通往玉树线外的通道 那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想挖到昆仑山脚下 是不是还有些难呢 这不光是长度的问题 沿途遇到的土质都是不一样的 有好挖的 也有难挖的 挖地道 还要将土往外面运 这地道 我们走到现在 也没看到其他的出口 也就是说 这土全运回寨子了 这也是个不小的工程 最起码要耗掉一小半的人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比较关键的 那就是 他们难道就不怕挖着挖着 塌下来吗 这在山区 可是最为常见的事情 老爷问我分析了这么多 想说明什么 我沉思了一会儿 告诉他 我担心 这地道 根本就不是通往昆仑山 根本就是一个 没有尽头的地方 第七百一十五章 全真道士 秋楚基 别胡思乱想 钻地鼠黑了一声 要是没有尽头的地方 是没他们从这里走做什么呀 我敲了敲脑袋 不得不承认钻地手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我心中那道坎怎么都过不去 想从这里挖一条直通昆仑山的地道 不是人多或者时间多就可以的 老烟也拍了拍我肩膀 说你考虑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你这个不可能是主要严肃 我好奇地看向他 希望他能给我另外一个答案 老烟冷笑一声 说他之前想不明白 现在终于知道赤梅安排那一对爷孙 是为了什么了 我更加好奇追问一句 老烟黑黑一笑说 你现在想想 那对爷孙俩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啊 他这么一提醒我就发现了 听起来那爷孙好像说了不少的事情 赤梅他们的目的 还有二十年前他们已经霸占这里等等 但真的琢磨起来就会发现 他们并没有给多少有用的信息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根据赤梅他们的行动 便能猜得出来啊 唯一我们不知道的 便是他们为了不死要去的昆仑山 我越琢磨就越感觉不对劲 老烟再次开口说 赤梅将他们留下来 为的就是混淆我们的事情 让我们在追踪过他们的过程中 犹豫不定 长安 你也该清楚 做我们这行的 最忌讳的就是不干脆 有的时候只差一线 任务就会失败 师妹不确定 我们有没有跟在后面 没有必要花大力气 给我们搞什么麻烦 也只能做点小手段 我顿是明白老烟的意思了 在地道里 或许什么机关都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瞻前过后 行军速度就会慢上很多 导致我们根本就赶不上他们 赤梅这事在打时间战呢 我只觉得不可思议 他考虑的也太多了呀 他将我们的心理活动 都考虑得清清楚楚 包括我们不会那么简单地 相信那对野村俩 一定会回去偷听这种小事 他都顾虑到了 看来长安推测得没错呀 钻地鼠有些颓然地说 这么一个算无一策的人 怎么可能在二十年前 被我送进监狱呢 老烟拍了拍钻地鼠的肩膀 你可别想到太多啊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何况他也不是智者 最多只能算得上是 运筹帷幄罢了 我看着老烟 或许他自己没有注意到 他对赤梅的态度已经变了 光是运筹帷幄这几个字 已经够说明事情了 我暗暗讹脚 我们这次对付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呀 一旁的邱小姐突然开口 说 按你们的意思 我们接下来的路 倒是不用顾虑太多了 直接往前冲就行了 老烟摇了摇头说 要不怎么说 只没厉害呢 我们即使知道 也不敢什么都不顾 就往前冲了 确实 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即使我们猜中了这一切 却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相互看了一眼 谁都觉得憋屈 701向来都是在前线作战 更多的时候是凭手上的本事 现在却这么憋屈地跟踪 关键地跟踪的还是个人情啊 老烟安慰说 行了 都别想了 等上午专家就到了 等压载他们都过了 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了 但是这话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安慰到的 因为他的神情还是会暗不明 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 又确定了几处有怀疑的地方 这才重新上路 虽然我们的速度还是不敢提得太快 但到底是提了一些 就这么在地道里走了将近一个上午 我们再次停了下来 这一切说明我们的猜测并没有错 赤梅在赶时间 他并没有心思在和我们搞什么鬼欲几粮 因此只是打时间战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话我们倒是轻松一些 只需要一路跟踪下去 必然能找到他们 我转头看向老烟说 老烟 你知道不老药吗 那小鸭说的什么不老药 和亲舍黄追求的长生不老药 是不是一个东西 老烟却摇了摇头 说知道 但和亲舍黄那所谓的不老药 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哦 我惊讶地挑了挑眉毛 老烟奇怪地瞥了我们一眼 说你们和牙仔在一块那么长时间 他没有告诉你们吗 我更加奇怪了 牙仔需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老烟白了白手 我说也是 牙仔向来就不相信什么不死药 难怪他不说 我想起牙仔之前提到昆仑山市 欲言又止的样子 便明白老烟在说什么 我笑了一声 他不说 你告诉我们不也一样了 老烟叼着烟解释 这其实啊 经济到了一段历史传奇 据说 当年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纵横天下 虽然太阳升起了地方 打到太阳落下的地方 但是他所过之处往往屠城 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天下苍生 全真道士秋楚姬毅然西行 劝阻成吉思汗止杀 谁也不知道秋楚姬用了什么办法 总之 成吉思汗不仅停止屠城 这种野蛮血腥的行为 还封了秋楚姬为国师 统领天下道教 原本秋楚姬并不愿意去做蒙古的国师 但只有这样 才能劝得住暴虐的成吉思汗 为了天下苍生的性命 秋楚姬只能应了这份差事 在秋楚姬做过师的这段时间 成吉思汗的抱怨行为 果然是越来越少了 因此秋楚姬也受到世人尊敬 这么一做 就做到成吉思汗晚年的时候 站在权力顶峰的成吉思汗 也开始畏惧死亡 他用天下苍生的性命 逼迫秋楚姬炼制不死妖 据说在成吉思汗的逼迫之下 秋楚姬炼制出了不死妖 但是他不想让暴君继续为火苍生 将不死妖随自己葬入了昆仑山之中 我听了一头雾水 成吉思汗的恐怖 我是知道的 当初成吉思汗的铁骑已经杀到欧洲 地中海周围都受到了他野蛮的杀戮 只是没想到中间还有秋楚姬这么一说 道教的秋楚姬的确有名 他是全真教创始人王冲阳的得意弟子 还是龙门派的祖师 是参与过抗金的民族英雄 至于他的一眼只杀救天下 我也在史书上看到过 但是我看到的更为详细 十年是一二一九年 也就是新定三年五月 成吉思汗派使者携带赵书 前往山东邀请秋楚姬 前往蒙古帝国去相见 使者到山东的时候 已经是十二月了 秋楚姬欣然同意前往 于是他的弟子赵道坚 还有宋道安 尹志平 李志长等十八人 离开浩天观 弃城西去了 而此时的秋楚姬已经73岁 长途跋涉几个月之后 到达大蒙古国统治的燕京 但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 西征中国不能返回 秋楚姬知道 以自己的年岁 与成吉思汗在燕京相见 几乎是不可能 便于新定五年春天开始新型 走沙漠过雪山 出去用关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抵达了撒马尔干 新定六年四月 秋楚姬终于在行宫 觐见了成吉思汗 实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 龙马大相会 之作一家龙马相会 是因为二人的属相 成吉思汗属马 而秋楚姬则属龙 成吉思汗认为秋楚姬是神仙 甚为敬重 接连三次召见秋楚姬 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 秋楚姬趁机用静天爱民 减少屠杀 清心寡欲等话 回应成吉思汗 元光二年春 秋楚姬辞行 成吉思汗送行时 含泪般不止杀令 令蒙古军从此不得将刀口 指向无辜的百姓 为令者斩 秋楚姬用自己的一颗道心 拯救了百万汉人的性命 拯救无数外族奴隶 因此被称为道教第一人 被中国历史乃至全世界都钦佩 感谢观看